台湾疫情变严重之后 欧梦孔你想到像今天三千多例了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贯州说的 来贯州请上来 终究未来某一天 我们台湾真的可以走到群体免疫吗 不可会演的 台国最近的重挫多多少少 还是被疫情越来越恶化 给牵动着台股根本 没有办法止跌走稳步调 没错吧 对没有错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群体免疫 就是未来新冠跟感冒一样 大家不用怕它 它会存在 但它不会消失 但是我们不用怕它 那要怎么样达到群体免疫的条件呢 我就列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高的疫苗覆盖率 我们台湾其实是有 你打几剂了 我打三剂了 我也打三剂 你打什么 第三剂是莫德纳 前两剂是BNT 谢谢你 继续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高比例的民众具有新冠抗体 有新冠抗体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打疫苗 第二个染过疫 那在高疫苗覆盖率这个区块 台湾的表现不错的 因为我查了一下 第一剂的覆盖率是82% 第二剂是77% 第三剂是53% 上这个数字比以色列 比南韩等等毫不逊色 加强计第三剂 现在才刚刚过半就对了 我们现在卫福部还是希望把三剂给打满 对没有错 因此如果还没有打第三剂的 赶快去打我第三剂也打莫德纳 第三剂也稍微不舒服一下 比较不舒服 对真的第三剂也 好那我想现在的台湾的单日确诊数是持续上升 像今天就来到了3000多以上 那累积已经来到3万5到4万之间了 所以以后的破万是不是迟早的 迟早的是 应该是破百万是迟早的 真的喔 累积破百万 单日可能破万是迟早的 我问你 如果破万的那一天单日 累计如果越来越多也是万以上 但是却发现到那个轻症或者没有症状的 这些占了99% 98% 那代表着 这就是预期之内 就是这种对不对 就没有错 必经之路了 对 那当然 这是我21号看到的新闻 这个我们陈部长说 未来要与病毒共存的条件 是要达到460万人染疫 460万 这个比例大概是两成人口 因为我们是2300万人 那几乎扣掉2000万 超过300多万人都要染病了 对 这个就是我讲过 我们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艰苦的过程 因为毕竟要熬过 别的国家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我后面会举国外的案例 好来来赶快看一下 好我们先看一下 有一个地方很厉害 它是岛屿 印尼的爪哇岛跟巴黎岛 我想大家很多人去过 巴黎岛我去过两三次了 对 据说它的岛名 99%有抗体 是因为住在岛上吗 可能就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那当然是包含有打过疫苗 跟游览过疫 OK 那我们再看南韩 南韩现在 75%的人口 已经有新冠抗体了 那他们疫苗覆盖率 你看 第二剂到85% 第三剂到64% 都比台湾高 高一点点而已 因为他们已经比较久了 所以南韩也已经群体免疫了吗 准备了 准备了 为什么 我们看下面这一点 大家不要吓人 你看南韩的累积确诊人数达到1600万人 天哪 南韩的总人口大概是5000多万 所以是四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一了 对三分之一的人 哇我们是2300万人了 所以刚刚说我们一半以上人口了 那也是一样 四月中旬 南韩就已经在准备了 还没有准备酝酿要解封病毒共存 然后口罩不用戴 他们准备了 为什么 他大概两个条件 第一个 高疫苗覆盖率 就是覆盖率所指 就是我已经打了疫苗 看这几剂而已 对那很大的人口比重 有已经染过疫苗 有抗体了 所以说 我们未来要生活会恢复正常 那我们现在正在走这条道路 您觉得台湾最快什么时候 可以回复到群体免疫 然后生活回归常规 大概落在什么时间点 根据国外的案例 大概是从这个疫情起来之后 三到六个月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高峰的过程 对没有错 还在爬坡等高峰 还在爬坡对 等到未来的最高峰 慢慢数字不再越来越高 而是这样 就从这个时间点上往后推 三到六个月 那就是一季到半年了 像国外的线图长这个样子 我发给大家看 大概就是一开始很高 对不对 冲到冲到冲到冲 然后后来就这样 就倒没有了 所以他们也是先头反转向下 没有错 大概有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可能各国情况 有点不太一定 大概三到六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 这个阶段是往上做飙高 所以我们比较辛苦 可是别忘了 因为到高峰之后 刚刚刚关注也说 掉的时候也很快 没有错 掉很快就是来到了群体免疫了 最后一张 就在爬坡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很辛苦 也会担心防疫要做好 我还是再次强调 你怕也没有用 反正终究要跟病毒共存 所以打疫苗之外 相关的概念股 该做的像快晒这些人 要做来请说 对 投资机会 还是要看 那第一个 我们先看 第一个类比是最近最夯的 叫做泰博 跟保黎副井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叫做抗原快晒 快晒剂 不是最近政府成立快晒国家 对吗 这两家就入列 他用途在什么地方 你买快晒剂是不是 初步骰检 你在家或在外面都可以自己完成 你有用过快晒吗 我用过了 真的我还没用过 快晒是自己要戳自己皮 不会很不舒服 两三公分进去 戳一戳 泡个他的试剂就可以了 两三公分 对 那不用上之前戳到这边去 不用到那么辛苦 对 我妹妹上次也感冒了 她说妈妈那还不用戳到很里面 对 我女儿也是阴性的 好好来继续 那操作呢 相关股来讲的话 其实长一大段 对不对 那最近像泰伯像保黎副井 事实上都会都被分盘交易 那最近高涨震荡 我认为来到前低 是可以留意的 短线的前低 那保黎副井呢 也是先强最近休息 来到十日线左右 可以去做留意 那第二大类叫做什么 叫做核酸检测 这是有次序性的 你看当你在家初步完成塞检 对不对 这叫快塞 阴性什么事 没有事 对不对 阳性呢 是不是要去医院 对 那医院不可能根据你快塞结果 会帮你做进一步的PCR检测 核酸检测 所以这个叫做PCR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一个 更深入 所以就怕你是伪阳性 对没有错 那相关概念股来讲的话 就是像瑞姬ABCKY 那短线瑞姬很强势 沿着五日线 我认为频道操作 那一样ABC拉回月线 可以去做留意 就要看一些关卡线 亚诺法 那亚诺法是做什么的呢 叫做抗体检测 这个是到 当你可能在医院 到了中后期的治疗的时候 要去检验你体内 到底有没有抗体 他去做 左卫的抗体检测 那就是在整个中后期的部分 就是亚诺法 那也是一样 股价前面涨过一波 拉回到月线 再去做偏多操作就可以了 我问你 如果照您刚刚那样推论 日货的某一天 台湾也群体免疫了 两千三百万人 多数人去测 这个抗体 应该每个人大概都有了 对没有错 是这样吗 所以只要还没有到群体免疫 这些的标的应该都还有机会存在 对没有错 感谢观众 谢谢您了 请回座 辛苦大家了 我们不要怕困难 关关就这么熬过吧 防疫把它做好 每天勤洗手 准没错 口罩把它戴好 压一压 有人咳嗽压更紧 那这样知道吗 进广告回到现在之后 时间交给齐芬姐了 让她来帮我追这三大类的ETF 行情都在往下掉 没想到这三大类 原物料ETF 美债反的ETF 美债这个看的当然就是价格了 还有非美货币反的ETF 因为这些非美币扁了 反的不就涨了吗 所以通膨升息 美元强升的三大类推动之下 这些的ETF 很多都是杠杆形的 您该如何做呢 感谢观看